一直没办法入睡 然后就一直 简直到半夜两三点 我还在那边煎 煎好 万物皆睡 唯我独醒 很适合形容失眠的人 做梦梦到老板在虐待你 会发现睡眠品质不好 或者是说梦多 医生说超过三十分钟 还没有办法入睡 或者半夜醒过来很多次 特别早起 这样的症状 持续超过三个月 就是慢性失眠 长期失眠的人 他可能认知的功能会下降 甚至白天的一些疲惫 类似酒驾这样子 一个精神不振的一些风险 精神就会很不好 然后就会胡思乱想 造成失眠的原因很多 除了身体疾病之外 精神压力 也是现代人最常见的原因 一时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会失眠 透过一个比较完整的 对睡眠的健康卫生习惯 重新去调整 如果失眠情况 影响了白天生活 就建议寻求医生协助 不管是药物或是行为治疗 都能够获得改善 大爱新闻 江丽舅阳光辉 台中报导 至于说到